在這個網絡世界,泰晤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是俯瞰世界的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我們的訂閱人數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麼叫人的成績,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助,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風雲惠 敗清德蕭美琴當選,這是美國暗鬆一口氣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藍絲無知群眾的一個非常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是令到藍絲抗拒,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就個個都會判,但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是會有傳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傻佬,黎智英的花名叫顛佬 這種性格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是難以理解 這些偏偏我這樣吹,是不是覺得跟林鄭和梁振一某種類型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車,跟旁邊那幾個社長做什麼 剛才聽到查先生說什麼,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是呀,我是給他統戰,我有統戰的價值 吹什麼他覺得自己是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如果都關起來,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叫他道歉,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八席的婚宴,成千人 這個後面他的師傅葉國華就是做一個秦代呂不偉的角色 是不是?這個很明顯的 奇貨可居 那時候確實是想捧沈旭暉出來的 這個叫做梁民道,蔡東豪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找你做光明頂,我一個怎麼做? 我要留天賜,不用留天賜 我和你橫分瓦架,有一個叫劉細良 跟著劉細良就拿著沈旭暉、葉蔭聰、梁啟智 朗天這群人我不會認識 梁啟智未到,黃偉倫 是黃偉倫 這群全部叫做青年社會科學才俊 這個人是很不相信我 因為在牛津的時候,他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會認識他 這個也是一個中共我相信在香港 準備培養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加入風雲匯 和陶生爆水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風雲谷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仍然要懷著一點樂觀 終於,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兩年以來 對風雲谷的支持 歡迎各位繼續收聽風雲快信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陶記的Patreon 和鮑韋聰 你們也非常感謝各位的加入 還有我們的特別會員 去到封雲匯 英國大選就快投票 今天三黨之間的競爭越趨激烈 為什麼三黨跟以往那麼多屆不同 以往那麼多屆就是保守黨、工黨 和代表年輕知識分子的自由民主黨 今屆三黨裏面除了保守黨和工黨 第三勢力就變成了一個叫做改革黨 改革黨就是以前就叫做英國獨立黨 英國獨立黨是強力支持 甚至是推動甚至發起脫勾的運動 結果2016年當時的保守黨首相金馬倫 是受到壓力舉行全國公投 誰知道計錯數 他初初以為贏了 金馬倫的保守黨政府也是反對脫勾 誰知道公投結果是脫勾 於是就含恨到今天 接著這個獨立黨 似乎在英國政壇裡面一直都邊緣化 但是到了近年由於保守黨政府 處理非法移民道海來到英國 這個問題不力 脫了歐之後 大量的非法移民 包括難民仍然是由歐盟等地 各種渠道進入英國 所以改革黨 改了名字就不叫英國獨立黨了 這位黨魁就叫做法拉奇 法拉奇是出身自英格蘭的東南部 是一名相當保守 也可以說有民族主義色彩 很愛國的英國政客 他幾年前 劉英同 美國的Donald Trump 攬頭攬頸 川普當時跟法拉奇說 支持英國脫勾 當然兩人之間的民族主義和排外 這個政策也心心相逸 這次法拉奇領導的改革黨 就完全不同了 它的聲勢和民望支持 是把自由民主黨 踢為第四 反而急劇上升至第三 英國現在的民望 當然就是工黨 好像在民意調查裡面 這些政策也在大幅拋離 保守黨 是贏 當然了 保守黨現在競選都沒有什麼時機 因為新衛城就是為十四年的保守黨 相當於 都可以說一下 敗政 就是揹和 主要就是經濟不景 鐵路 地鐵 醫護人員相繼罷工 工運重新高漲 整個國家回到以前帶翠爾夫人未上台 那時候最糟糕就是現在21世紀全球化之下 英國下一代很多都躺平 你說不要非法移民嗎 很多醫院 交通那些基層工作 確實我們看到大量的少數族裏的移民在做 而且還做得不錯 但是法拉奇他的反移民的言論也有很大的支持 在這一兩天更加厲害的重磅炸彈 就是他接受電視台訪問救調重彈 就是說其實這次的烏克蘭戰爭是西方 這個歐盟都有責任 因為當初英美 歐盟 是有份挑釁普京 搞到他發動這場烏克蘭戰爭 因為法拉奇說明明在1990年帕林圍牆倒塌之後 西方國家向當時的前蘇聯 或者是新出任的俄羅斯的總統葉里欽 和哥巴卓夫等人保證 北約是不會東抗一寸 現在你的保證是沒有兌現到 所以就慶到普京就隱無可忍 就連續侵略 包括最新的烏克蘭 那麼法拉奇這番言論一出 就遭到英國朝野非常之強烈的譴責 說他成為俄羅斯普京的後線 是不是想投降 但是法拉奇這番說話是被曲解 發動人權 或是有一點斷章取義 因為法拉奇從頭到尾都說 普京侵略烏克蘭應該譴責的 是錯的 發動戰爭是不能容忍的 只不過是加句 但是普京此舉 亦多少被歐美當年逼出來 因為當初說北約不向外東抗 結果在20世紀末 还有20世纪初那几年 你又被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等这些地方 这些国家相计加入 你是食言 所以就令到普京后来上台之后 就极为愤怒 于是就出此下策 这句说话一出 当堂好像爆了个炸弹 是吗 鲍先生 是啊 今次我也有看法拉奇的访问 的而且确他不是赞成 普京的俄罗斯发动乌克兰的战争 而事实上他里面 他说普京是错的 这个很清晰 但是他指就是 普京利用了我们所做的事情 就是说北约和东抗 作为借口发动战争 所以你说他曲解了法拉奇的意思 又不是全部 但是的而且确就是 拿了他部分的看法 就作为攻击的这个理由 无论如何 我都会觉得他这个时候 去说这番话是政治不正确的了 因为大选还有不够两个礼拜 但是潮野包括这个保守党的首相 新伟成就肯定吃着想 就说他的言论完全错误 连工党的党魁也都加入了战团 一面倒就说他就支持普京 而其中也都说他仰慕普京 这句话也都是有点值得商榷 因为他说他只是从这个政治人物角度 觉得普京是值得仰慕的 但是他都表示他不喜欢 普京这个人的为人 和他的政治操控手段 有些部分的确是媒体 是没有报道和没有说完的 但是无论如何 现在他已经变成了重此之敌 也都变成在大选之前 大家手头上的一个弹弱 无论如何 无论保守党或者工党 都不会望这个改革党富贵 拿多两个议席 所以今次大家刚刚好 就有一个攻击的目标 今次他水势都不清了 现在他再上去其他的媒体里面解释 他甚至他说 这些是保守党 就拿他来祭旗 但是无论如何 那个伤害已经造成了 很多的市民 或者是看报纸 听网台的人 都未必会真的 看完他所有的访问 他那两句说话 已经变成了一个slogan 就被这两党作为攻击的理由 陶生 但是法拉奇 没那么蠢的 他都是一个政客 如果他说说出这番说话 说一下他怎么会说出来呢 对不对 对不对 但是现在他就看准英国 有一帮沉默的大多数 对于乌克兰战争厌决 和对于工党和保守党 两党的治国的无能 都觉得严惚 尤其是法拉奇 他说这番说话之后 我自己就留意到 在播出这段访问的电视台 第四台 那些留言是一面倒 是有七八成以上的支持他 对不对 就说Nigel is 100% correct 说他是100%对 对不对 接着你看到很多人 这些应该不是水军来的 而是真正的英国的民意 对不对 还有他说他说出了一些 是现在的主流媒体 是不准人讲的一些真实话 那其实法拉奇 他在用他的言论自由 他说的东西当然了 是主流媒体和知识界和那些大城市中产阶级 可能觉得很恶定 但是你现在不知道 是有多少人 是觉得他是说真话 还有这些人 只会是好像那些战狼那样 他们只会留言 但是不会留名 所以法拉奇这番说话 他都不是傻的 他这么说出来 他有他的计算 是觉得有一帮人是觉得 喂 这个法拉奇起码都好 他说出真话 和他说出来的说话 也都是很合听 因为你看回历史 1990年 在5月的时候 是吧 就是当时的美国国务卿 贝克 在莫斯科 James Baker 是当时的老布殊 派他去见戈巴卓夫的时候 就是向戈巴卓夫提出 九点保职 他说 加强欧洲的结构 一定会保持 德国的核杯扩散 就是不住核弹 不住核弹 和他说 一定会考虑到 苏联的核弹 是安全的利益 是吧 是吧 那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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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非常的開心 於是就回到國會那裡 蘇聯國會那裡唱一些強硬派話 就算蘇聯解體 我們給東歐獨立 不用擔心 不弱 我已經得到美國的保證 是不會向前再擴張一串 是吧 這個就是哥巴卓夫後來 為什麼會受到葉利欽的攻擊呢 說他被人找路襯 這個是一個關鍵 好了 當時就不止是布殊 貝克 西德總理科爾和外長根謝 就連戴卓爾夫人也都很開心 他說蘇聯既然答應非共產和解體的話 我們放心 我們一定會顧慮到 俄羅斯的戰略的基本利益 是吧 好了 只不過當時發生的問題就是這幫西方國家的總統總理和外長 在莫斯科前台表演的時候是太過興奮 但是到了美國國內的國防部五角大樓 那幫軍方和軍事專家的首相呢 他們有不同的意見 他們說沒理由這麼老親 因為如果就算東歐那些前蘇聯衛星國在獨立之後 如果他們要求加入北洋 我們怎麼樣呢 我們沒理由將它拒之門外 所以五角大樓的軍事專家後來就糾正了魯布殊和貝克的看法 他說我們應該將北約道門不要關閉 而應該留一條縫 就是如果有這個前東歐 即華沙公約國這些前會員國想加入的話 我就應該讓他們加入 因為那時候哥巴卓夫也很嚴重 覺得這是天公地道的 你北約組織的成立呢 是為了要防禦和挑戰蘇聯的華沙公約國 我現在解散華沙公約國 給了匈牙利、捷克、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他們獨立 第一 你那個北約應該解散 好了 你不解散也算了 你不應該再擴張 因為我已經不是共產國家 我已經拋棄馬克思列寧和史太林這套共產極權的垃圾 普京也是這樣說的 所以後來 為什麼到了1998年、1999年、00年 羅馬尼亞、波蘭這些 甚至波羅的海三小國都逐一加入 就令到葉利欣很生氣 很生氣 於是他覺得 不如既然是這樣 我找個普京對出來報仇 普京初上任的時候都不是那麼強硬的 普京曾經三次向美國要求 如果你被北約這樣擴充 不如受我玩 俄羅斯我也想加入北約 因為我現在已經不是共黨國家 我是東正教 東正教是天主教、耶教的一個分支 我們跟你有什麼衝突呢 那時候就輪到克林頓 和貝尼亞這些新進的英美領袖說no了 因為他們仍然有200年來 左西歐對東歐和斯拉夫族裔 某種的看小 這些你不要不承認 這個全部在西方的文化和歷史的文獻 那個文學作品裏面全部都有記錄的 所以 巴拉奇就講出這句話 這句話不是他第一次講的 他十幾年前對著每日電信報都講過 他說 你不要去挑釁那個北極紅 那隻北極紅如果他覺得自己受委屈 是發火的時候是很嚴重的 那時候他也是針對這一點 所以現在整個西方 歐美是不敢面對1990年5月前後 這一幫政客是對歐巴卓夫講過的那些說話 一味道是沒有簽署任何協議 只不過是口頭這麼說 你口頭這麼說 其實歐巴卓夫都當了是 所以這個問題當然現在沒有人 不是為這個普京翻案 法拉奇奇都沒有跟普京翻案的 是沒有的 是吧 第一句都是說 這個侵略是非常之錯誤的 當然到現在普京 就算你是因為這樣的原因 你覺得委屈 你已經成為戰犯 在烏克蘭殺了這麼多人 已經洗濕了頭 已經不能回頭了 現在要是你以美國為首 那個北約在特朗普上台前 快點要擊敗普京 如果不是你等到特朗普回來 然後跟法拉奇奇這些人 一唱一和的時候 以後就夜長夢多 所以呢 西方的政客呢 尤其現在英國和美國是大為緊張 是的 即使陶先生你所說的是歷史事實 在這個時刻 即是這一刻 他提出這樣的言論是不恰當的 因為英、美國、國、加上歐盟的其他國家 正是大力再重新供應烏克蘭的武器和軍備 準備跟俄羅斯繼續打下去 這一刻 裡面英國是一個最著力的國家 亦都是供應軍火和彈藥最積極的國家之一 所以他現在這樣說 會被人認為他有一點點移 叛國的意味 但是我又重回法拉奇的角度去說 他自己去辯稱 因為他遭受到排山倒海的攻擊之後 他出來都解說 他說2014年的時候 其實已經提出過 烏克蘭可能會出現現在這樣的局面 他亦都舉了一個例子 如果你拿東西 拿一隻貓 去刀一個北極熊 或者大灰熊的時候 Bear 他用這個字眼 這隻熊一定會襲擊你的 他用這個譬喻 其實我也理解 但是問題就是 大家如何定義那隻貓 究竟是不是真的刀一隻熊 只是打一隻熊 還是你拿著一隻貓 這個容後大家可以再作辯論 不過我看回實際的事件 我很同意 為什麼這一刻他會說這番言論 而剛剛在大選之前的一個多兩個星期 你看回泰吳時報 刊登了最新的民意調查 在6月13日公佈多出的 當時大家嚇一驚 原來他的改革黨 支持率是超越了保守黨 他的支持率是19% 保守黨 即是新衛城 18% 工黨就20% 依然領先 無論如何 你當泰吳時報有些水份 因為他始終都是建制那邊的 以及有一些政治的立場 但無論如何 你看到他已經是超越了保守黨的民意 所以法拉奇有理由相信他這一刻 他覺得可以倒一局 這個倒一局就是 不止他可以取代保守黨 成為真正的反對黨 因為工黨上台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走不掉了 但是他想取代了保守黨 成為在議會裏面的一個大的反對黨 其實他的敵人 或者他的對手不是工黨 是保守黨 所以他現在針對著新衛城 大力支持俄烏戰爭 和整個國策 去講這番話 他希望吸取了保守黨裏面 對新衛城的政策 或者是對新衛城不滿意的人 那些人的票和支持和輿論 所以這一刻其實 新衛城心知肚明 所以撲出來罵得最厲害的是新衛城和保守黨 工黨只是不斷衣伸兩腳 我覺得 所以其實他不是沒有計算數的 他計算數是這樣計算的 不是隨便的逃生 所以當然現在就說 改革黨上台 執政到這分鐘為止 都是天荒野譚 但是你現在就真的不知道英國的民意裡面是怎麼想的 超過四成的人就說現在都沒有決定 雖然這個民意調查大多數是支持公黨傾施 但是怎樣對待普京和俄羅斯這個問題 因為現在在世界這個空前緊張的冷戰 你到底美國是否真的能夠對付三個敵人呢? 第一就是普京 第二就是習近平 第三就是現在慢慢復甦 那個叫金正恩 是吧? 是啊 這個是很大的疑問的 當然了 這個問題來講 現在大多數英國選民 並不關心他們只是計算自己加了稅和減了稅 這個工黨上台也是大舉加稅 但是現在大多數的英國的選民 確實是對於大量的移民湧入是極違反感 所以現在法拉奇就是大膽倒點 但是他自己最大的弊端就是 他當初是發起脫鉤 現在脫鉤脫到不三不四 很多人就怪他 他就說不關他事 這個是保守黨執行脫鉤 是不湯不水不力的 所以很快將會在一個星期多些 大約是十天之後就會知道結果 好了 今天的時間差不多 多謝各位收聽 幫人快箱 我們下一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 多謝大家 下一集再見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明偶風雲會 印譚與老旁 風雲高 主持 陶傑 白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過日意見 歡迎各位 準時埋位收聽風雲快信 多謝各位的支持 本人陶記的Patreon 也會在意猶未進或未講完 會和各位繼續深入分析一些未完的話題 當然還有鮑偉聰先生的Patreon 多謝 多謝 非常歡迎各位加入 這幾天 密羅僅僱全球 是非常注視英國的大選結果 因為英國假的都是僅似於美國 在全世界英語國家來講 五眼聯盟裡面 第一 龍頭當然是美國 包括整個北約 第二 多多少少軍事 這個叫做財政 還有其他文化實力都是英國的 雖然英國現在的問題是非常複雜的 它因為採取了2016年 全國公投退歐之後 現在形成了一個經濟的亂局 而這次的大選也是半世紀以來 那種亂局是未見過這麼厲害的 因為那種不可預測性 還有人人我們覺得在英國都感受到 就算是英國那些選民 經歷過百多二百年 非常成熟的民主議會 那個風箱的鍛鍊 但是這次每個人都滿懷心事 憂心忡忡 因為不知道那些票投出去 就算是給工黨 就會將這個國家引往何處 但是不投給工黨又不行 因為現在的保守黨實在 那個管治是敗劣得很厲害的 但是另外又沒有第三選擇 正如我們上一集說過 現在霧出來的兩股第三勢力 是以改革黨的 那個聲勢是最大的 反而這個左翼的自由民主黨 就靜英英 第五個黨當時是綠黨 這些一向都是邊緣的了 你今屆這個大選 就是空前混亂 人人都知道工黨其實那個政綱 是佛善觸塵 只是懂得加稅 還有只是懂得叫口號 又說財富平均分配 其他的那些是一模 是令人信服他有實力 可以改善英國的經濟之處 因為現在英國整個國家的危局 都不是說他自己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 就是全球化之下 再加上他2016年的退歐公投 退歐公投之後連遭兩次大打擊 第一就是這個所謂的新冠狀病毒 這個令到他整個經濟 其實都不只是英國 歐洲、美國、北歐全部都有蒙獸極大的考驗 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第二就是烏克蘭戰爭 這個經過脫歐之後 8年 整個成績表你現在要交出來的了 雖然2016年就是公投 但是2020年才正式脫歐生效 但是一脫歐生效 就撞證什麼呢? 新冠病毒 就是由武漢傳出來的這個是全球蔓延的肺炎 是對英國的經濟蒙受重大的打擊 美國也是 但是美國它有印銀子的特權 和它那個是大平洋世紀裡面超強的實力 所以美國能夠在新冠病毒這個疫情裡面 但是英國就搖搖搖搖搖搖 再加上烏克蘭戰爭 俄國的侵略是令到能源緊張 在這個時候 就到了2023年 才開始正式計算 你英國退出歐盟之後的成績表 現在的成績表是出來了 一會兒我再和各位去分析 到底脫了歐之後 英國的經濟是龍是蛇 因為保守黨政府就拼命宣傳 其實脫了歐我們很成功的 英國的GDP仍然在增長的 我們的增長是比歐洲的德國和法國更強的 你看看GDP的增長的數字確實是這樣 不過正如香港特首李家超說 你們不用擔心的 撿了10間店舖還開回16間 就是說還賺了6間 我們上一集都說過了 你撿了那10間之後開回那16間 那16間是不是兩送飯 還是那些便宜貨的售賣場呢 這個就是那個質地和數目之間那種掩硬法 所以現在你今屆英國的大選 是舉世都重視 而且是必然 也可以說是必然 是影響到今後10年20年 歐洲乃至世界的走向 因為現在你新任的這個工黨的首相 司己言 是吧 如果他是一個大比數的贏 那就危險了 因為整個工黨裡面 雖然司己言 是他將政策 世界仔向右轉 但是畢竟呢 這個人年輕人都是左膠出身 是非常之左 是跟這個呢 他上一任的這個 終於搞不定了 是吧 這個叫Jeremy Corbin 這些人的數目是否就離開的 都不會做過 在某個方來 但是之後 他們有個個人的選手 就算是代表 現在 他們都要改變呢 或者是改變呢 那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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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美國的政策 那一陣子 中國的政治體 然後大選以後 英國往何處去 外交軍事方面 現在這些身材的工黨 這些學術理論精英和講的意識形態 他們對於在中小學裡面 在教科書裡面講變性的興趣 是大過研究在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的安定 所以整個英國這次大選是令人 旁觀者也好 在裡面你是英國公民 有分投票也好 是否要捏一把冷汗 是不是呢 是的 陶先生 我這次對於英國的大選 和你的看法有點不同 你就覺得好像全球很重視和中間有很多的變數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次是一個很無趣的大選 為什麼呢 因為九成九已經工黨一定會上場 而且這次的工黨的黨魁 這位雖然沒有那麼左的領袖 其實是很無趣的 也沒有一種政治明星的風格 不像以前Boris Johnson 甚至新韋成 都是一個考研善變 走出來 有一種政治明星的態度 這次是完全無趣的 我覺得 所以這次的選舉對於英國人來說 我就同意 好像你說 其實是沒有選擇 兩邊都不值得選 以及 也沒有第三勢力 這種情況 可以說是近年 或者近十年裡面 英國的大選裡面很罕見 即使你說以前上一次裡面 Boris Johnson 對郭爾斌 這個極左腦 你都看到那些叫做唇槍蝕劍 或者大家那個理念的碰撞 你都叫做有些東西看一下 有些東西聽一下 這次真是悶到抽筋 其實這個工黨提出的政綱 除了加稅之外 就說怎樣去修補和歐盟的貿易關係 根本沒有具體的細節 以及根本歐盟都不太理睬 整個情況大家都預見到了 好了工黨上台之後 加稅 經濟的情況可能是更差的 不是說 這個會改善到 再加上其實現在 屋樓兼逢夜雨 河烏戰爭 疫情之後 整體全球的經濟 都未能夠完全復甦 英國就真的有些 悲傷的 我真的覺得 加上第二艘航空母艦 這個威爾斯親王號 那個螺旋掌都 彎了 結果就 要回去武港 修理 這些我都覺得是諸事不順 所以今集我覺得 其實跟大部分香港的藍絲 甚至大公文匯的立場一樣 其實我們真是唱衰英國 這次 我心臨其中 我也要說 今集那些藍絲應該聽得很開心 所以陶先生你的分析 不是 在這個時候到底應不應該移民英國 我們 會在未來的一兩集 在大選之後 跟我們分析 我們因為 向來也要根據事實說話 就不會跟任何的政治勢力宣傳 所以這次英國大選 你說沒有第三勢力 那個第三勢力就是 廢拉茲 這個叫做改革黨 改革黨它現在 在某些民調竟然 那個民意支持度高於保守黨 所以這次的大選 其實很多人聚焦於 改革黨到底可不可以 在那個下議院那裡贏議席 還有贏的話 是贏多少席 如果它民望高 如果像上次這樣一直都沒有 這樣英國的議會民主 是會出現更大的問題 不過這個我們容後再說 首先廢拉茲 它最大的那個 被人攻擊的就是 它發起和它最大力 是推動這個脫勾 而脫勾現在 很多香港人在全世界都 都不知道到底英國脫勾之後 經濟好了還是差了 英國政府就慢慢脫勾之後 那個GDP就增長了 但是那個真相若膜是怎麼樣呢 英國脫勾之後呢 它英國的出口 它的出口 出口是分兩大類 第一對於英國來講呢 就是叫貨物 實物的出口 在實物的出口方面呢 比如說德國 德國的實物出口就是它的汽車 Benz、BMW 還有那些高科技的產品 是吧 醫療用品等等 而法國的出口呢 我們都知道名牌 Chanel 是吧 LV 法國紅酒 法國的核電廠這些技術 這些叫實物的出口 英國的實物的出口就不行的 但是英國有一樣在脫勾之後 我們正式計算2023年開始的 2022年開始的 它的出口是有增長的 另外一種出口就叫服務的出口 服務的出口是什麼呢 比如說最重要的就是金融的服務業 金融的服務業能夠舉例 HSBC現在匯豐 匯豐你香港人我個都以為是香港的銀行 但是英國政府宣傳就將HSBC 因為它的總部在倫敦 當作是英國的銀行 所以你看看全世界很多國家 你有HSBC 包括加拿大美國就好像齒勞不通 墨西哥來講呢 現在HSBC香港匯豐銀行已經成為 墨西哥的第三大的銀行 所以你周圍看到HSBC 在新加坡或者什麼 這些就全部計算到英國的金融服務業出口那裡 另外就是英國出口的很多電信設備 還有這個電腦 還有這個叫資訊 高科技的種種的後勤的支援 這些都是它的出口業很強勁的地方 相反它英國貨那個實業的出口就很弱的 比如我們看有一張表 各位如果有這個螢幕在手 就是在2024年4月 計算那個總12個月 它英國實物那個貨物的出口 比如說汽車 英國也有汽車的 是吧 英國製造的汽車 你不要管它是什麼 就是那個價值呢 就是360億英鎊 就是3700億 跟著就是那些機械 機械的能源 那些機械的發電機 是吧 機械的用品 這個也不少 那些機械都是有比如說叫350億英鎊 另外就是那些醫療 醫療的產品 比如說那些Moderna的疫苗 另外那些是原油 因為它北海還有一點點的油 另外還有煉油 還有飛機這些 飛機engine 路勞斯 萊斯 諸如此類 那條數就在這裏 你看看第一位 但是它那個實物汽車的出口呢 都只有360億 就是370億英鎊 但是 它整個金融服務業呢 就有成760億英鎊的 這個你看看就是 它金融業是多過它那個 實業的頭一位汽車的出口一倍 那你就知道呢 有兩把口說話 就是保守黨說我們的GDP有增長 就是因為它的服務業的增長確實是非常之強勁 尤其是倫敦 那些這樣的樓價和物價 這些東西不斷表映 但是其他地方那些就慘了 比如農產品啊 捕魚業啊 還有其他的二、三線城市 那些地方要是和服務行業 是沒有什麼機構在那裡開辦的呢 那些經濟呢就是全部是受脫鉤拖累的 另外你脫了鉤之後 是缺乏了大量的工作人口 例如它仍然留鉤的時候 雖然你說有很多的東歐的工人 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湧進來 但是東歐的工人個個是六呎多 恐武有力、灰烏 而且他們可以在建築地盤那裡 去蓋樓和做粗重的工作 現在你東歐的工人呢 全部要回去 好了你吸納的另外那些新移民 包括香港BNO那些 就怎麽會走去英國地盤那裡蓋樓呢 香港BNO來得多些錢來買樓而已 不會蓋樓的 另外中東那些移民和黑人、非洲裔 都見不到在建築地盤那裡去做事 但是英國的公共醫療叫NHS 那些政府的醫療和醫護人員這些呢 還有很多比如說機場那些地勤呢 就是要靠移民了 就是靠這些中東和非洲前殖民地的移民 所以現在這個費拉奇拗來拗去 就是它不要那麽多移民 英國公眾就是 都覺得大量的歐盟是把一些移民過來 是令到它退歐 這個決定是完全沒有意義的 因為當初脫歐口口聲聲說 第一就是要決定我們英國給什麽人進來 不給什麽人進來 不能夠由歐盟去分配 這件事你是做不到的 因為仍然有大量這些難民 或者非法移民是渡過這個英法海峽過來 而且司己然當年是一個罪魁禍首 當時英國工黨的政府 是已經有政策說要對這些移民是因別 或者不可以照單傳收 但是那時候司己然是大律師 大律師控告當時的工黨政府 它主張要人團平等 要無限量吸納這些非法移民進來 而且要由政府撥款 租那些酒店給他們住 處此禮一開 每個全世界包括中東知道原來去到倫敦 去到英國是這麽好吃好住 所以現在兩個黨包括保守黨也是 就將今天的移民危機歸咎於不但公黨 而且司己然本人 但是他現在當初是這樣主張 現在新一代的選民覺得這個都不重要了 總之他上台我們要見到換人 還有見到新的政府 所以現在這次大選 那種亂就是亂在這裏 每個都知道其實司己然那套這樣的經濟政策 沒有辦法挽救英國的經濟 你還要靠服務業呢 靠服務業都是靠保守黨政府 是不是 因為保守黨政府呢 是金融、銀行、高科技這些呢 它是支持那些中等企業和大型企業 你現在工黨上來如果你課重稅呢 就連金融業都走了 所以現在最新的統計數字就是英國僅次於中國 竟然是富豪和有錢人 是移民出走的第二大國家 中英兩國大家現在是並列全球 是越有錢越想移民的國家 大陸第一不要笑啊 英國是第二啊 其他的香港、台灣、下面都名列第八、第九的台灣 沒得說了 因為戰爭的風險 所以現在大鑊就在這裏 所以你現在脫了歐呢 你又不能說英國的經濟 你算是GDP呢 是有很大的損失 但是你要靠這些金融、服務業 這些出口始終是泡沫來的 而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 他應該是200年來 他的實業工業產品 令到他稱霸全球加上帝國時代 你現在呢 是完全結構性出現的改變 這樣就很危險的 是不是呢 是 而一個情況呢 陶先生你講了一個很複雜的圖畫出來 亦都中間有很多令到人覺得矛盾的地方 不過不要緊我們逐樣釐清 先推開有關於移民的部分 我先講經濟 現在英國是屋漏兼逢夜雨的 我剛才開玩笑說唱衰英國不是用來講笑 我們講事實 我們一向都是風雲谷 除了你說脫歐之後 加上疫情 再加上俄烏戰爭 造成那個能源通脹之後 其實現在近日英鎊是高期 是二十多個月以來最高的 再加上美國沒有減息 英國的利息都居高不下 我自己親自上網 模擬一次想買一輛車 看看做分期 結果利息是十里以上 做這個汽車的分期 你就知道一般人 如果是經營生意或者做借貸的時候 他面對利息壓力多大 亦都很多人在供樓 所以變了他們有餘錢 或者英國人有閒錢 去花費 買奢侈品是沒有的 所以現在你看到 很多零售業都收縮 有些奢侈品的店舖也結業 有些如果做這方面工作的人 佣金也降低了 這個就是現在英國實際的情況 通脹加上利息 再加上英鎊高企影響出口 所以整體來說 工黨真是無計可施 即使他上場 他加稅或者是保守黨已經做了一步 叫做將匯入制 撤除之後令到富豪出走 工黨上來之後更加多人 就搬些錢走 於是就令到經濟的情況只會更差 不過英國的選民 很特別的 我覺得他們 他們有一種 可能英國人那種黑色幽默 或者是自己那種自嘲 他覺得既然已經衰到這樣的貼地 其實就不介意換政黨和首相 因為即使你說到工黨的無策子之外 剛才我所說 其實這幾年來英國的政壇 太多是非 七年換了五個首相 各個上場都好像明星一樣 考言善辯 又提出很多新的願景 其實英國選民已經死心了 他這次反而覺得 來一個木立的 或者根本沒有什麼特殊才能的 這個工黨的首領 希望可以 反而一反之前那些 Boris Johnson、辛偉誠 那類這樣的 考言領息的政客 他反而覺得 工黨 既然現在 來一個悶人 或者根本他的政策是不合理的 就儘管看看 英國人有這種 幽默 反而現在你不見到很多人 罵 罵這個工黨或者保守黨 因為大家都懶得罵 既然現在 衰到貼地 經濟弱到這樣 還有什麼可以再衰呢 陶先生 所以現在 根本就不知道未來的路向是怎樣 現在這個知己言之能的話 他上台之後會加強 和歐盟之間 種種的往來和聯絡 他不敢說 他上台之後再一次公投 因為再一次公投也會刺激到另外那四成多 我當你 是沒有五成 八年死了一些老爺 因為上次2016年 是51.6% 射微多數是決定退勾 另外那四成多 至五成的選物 現在的選舉 是有一個人 一種情緒 一種執著的了 那些人又說一定要退的了 既然退了不能夠加入了 但是 新一代的人 是有成長的 那怎麼辦呢 所以現在你說 上一次公黨的執政到2020年 那時候叫做白高敦 十四年過去 那個公黨是曾經一度走向極左 到了近三四年 才是回運 回運之後 他不成為一個新的公黨的路線 都是東一塊西一塊 是執人家的口水尾 淒淒埋埋 希望是一個沒有那麼極左的政黨 是上台執政的 但是這個不是路來的 所以接著會怎麼樣呢 你不成為一個叫做新的工黨 現在什麼都說新的嘛 戴卓爾上台的時候 叫做neoconservatism 是新保守主義的 還有列根 現在你叫做new labor 都叫不出 因為貝里亞那時候 1997年就說了自己是new labor 他是遵從戴卓爾夫人的私有化路線 現在那個貝里亞和白高敦 那十一二年的new labor 已經是消費桌盡 現在你這個私竟然出來 是完全沒有口號 沒有招牌 沒有新路向 所以可以怎樣呢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風雲快勝民的風雲谷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多謝大家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名偶風雲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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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談雨露旁 風雲高 主持 吐傑 鮑 鮑偉聰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美國駐北京大使白欣絲 突然有一個很不尋常的表現 就是點名習近平 是抨擊習近平的中國政府是言行不一 雖然上次西雅圖會見了美國總統拜登 雙方同意加強民間的文化交流 但是講完之後回到中國對美國採取更加敵對的行動 是煽動反美情緒 包括制止美國的大使館舉辦一些 比如說關於婦女權益或者健康的講座 本來美國大使館或者領事館有這些關於知識 和社會文化等等的講座要邀請中國人可以前去參加 去參加的人就回去給公安扣留問話 還有百般的阻留 還有一場就是美國大使館舉行一個音樂會 想著這些是跟政治無關的 招待中國前往欣賞的民眾 誰知道音樂會叛徒是被中方的 是減電 斷了電之下是五三五四 就掃興腰斬 那看來呢 百恩絲這口氣焗了很久 當然還有最近的導火線就是吉林 這四個美國的教師被街上是一名中國恐怖分子 用刀刺傷 話口美語當然這個跟美國沒有什麼關係的 就是蘇州一對日本的母子在等著上校巴的時候 也都被一名中國狂徒背後用刀刺傷 那這些仇美和仇日 這些惡性的民族主義思潮 那百恩絲就是指責中國政府長期煽動這個仇恨 那這些就顯示到美中關係就已經敵對到一個 就是沒有辦法再修補了 那不過我也覺得好笑 那百恩絲為什麼是忍了這麼久到現在才說呢 你應該在外交上來說是對等的行為 是吧 他做初一 你應該做十五的嘛 你沒有理由被中國欺凌了這麼久 你現在才忍無可忍 這個我有點不明白 是吧 還有 是吧 他又說中方是阻撓一些中國的學生 去申請美國的留學簽證 我認為這件事呢 我也不反對 是好事來的 是吧 好了 鮑先生 你覺得怎樣呢 我覺得呢 有個原因是因為百恩絲出身學者 在他外表就彬彬有禮 是有點像布林肯那類 斯文營的 那再加上他是大使的身份 所以呢 即使內心有多少不滿呢 我相信他 他都忍 但是忍到現在呢 就終於爆了 因為如果你看回他之前呢 接受金融時報的訪問 有一段呢 他都說得很含蓄的 他說呢 他去到中國的時候呢 他經歷了一些很匪夷所思的事 我以為他是撞鬼啦 原來不是 原來呢 他說他應該是22年的時候呢 他來到中國 他發現呢 在機場上面呢 是廟無人煙 沙塵滾滾 然後呢 有一大堆呢 穿了白色保護衣 俗稱大白的人來歡迎他 沒有一個呢 其他的這些這樣的官員 那這些大白呢 全部呢 跟他講話 但是聽不到他講什麼的 因為他們全部穿著防護衣 封住了 他跟他的太太 於是呢 就去了這個美國的大使館呢 就足足呢 就隔離了成幾十天 那麼 而且呢 就沒有見過其他任何一個人 而甚至他們不可以出去後院行 因為呢 他說 這樣呢 可能會被傳染過那些安保的人員等等 那麼 他說呢 這些在他中國的經歷呢 是很匪夷所思 這是第一件 第二件更匪夷所思的就是 就是幾個月之後呢 習近平就宣佈這個取消動態清零 接著全中國一起染病 他大使館人員呢 裡面呢 大約有連一些親屬 一千人 八成人都染病 那麼 整個中國呢 又翻天覆地死了很多人 那麼 他說這件事呢 就是他看到的第二件 就是他可以這樣去改變那個防疫的政策 招令直改 所以其實他 我相信他這個屈結 或者他這個壓力呢 就源自他離身的時候去到 就是他這個壓力了這個風城 再經歷了這些叫做取消動態清零 整個中國呢 很怪異在這個美國人的眼中 完全呢 是不合邏輯啦 也都是呢 毫無張發 那麼更加現在在中美之間這麼惡劣的關係呢 其實民間的交流呢 可以彌補到官方這種矛盾 很多時候啊 兩個國家啊 一些所謂的高層的門面上的矛盾 很多時候都是靠民間在那裡疏通的啦 或者傳達這個訊息的啦 那麼他奇怪就是 中國政府為什麼連這條路啊 他們都要封殺了呢 他舉了很多例子 除了停電啊 公安足去問話之外 其實他甚至說回吉林那四個教師遇襲 他說到現在呢 官方都是沒有一個呢 就是可以令到人確信的動機 那個行空之外 只是說他跟人碰撞之後 就拿刀出來刺傷四個人 那麼這個解釋呢 是不充分的 甚至都是有疑點的 所以這次白恩師呢 我覺得他就真是老收成爐啦 因為呢 可能拜登總統半屆在職啦 都不知道他跟著下去呢 還會不會做這個大肆身份 所以不如就算了 括了出去 還要開名字 還要開了習近平的名字 真是罕見啦 陶先生 那白恩師的投訴呢 有些都很好笑的 除了你剛才說 他在去中國任職之前 九個月裡面的前後呢 是被隔離45天 好了 當時呢 國會的眾議長佩洛西呢 訪問台灣 那麼中國呢 就將他呢 是用來出氣袋 所以 白恩師一百次呢 被召去中國外交部呢 去聽中方的所謂的抗議 但是每次的抗議呢 持續兩至四個小時 那這些呢 就很好笑的 一般來說呢 召見這個大使來抗議呢 是五分鐘起十分鐘止 只是單方面講 那麼當然呢 這個大使方面呢 可以解釋 這些全部都是一種形式 有什麼理由 你堂堂美國駐中國大使呢 八次呢 被召去 聽中國所謂的抗議 每次抗議呢 他聲稱就有會談的 持續兩到四個小時 那你是不是第一次出來做人啊 是不是第一次去中國啊 那你喂 這些每次抗議 兩至四個小時 你可以起床啊 半途離席走人啊 是不是啊 外面有輛專車在等著你的嘛 你覺得如果遭受欺凌啊 或者是對流彈琴啊 或者他抗議無理 你可以說不接受啊 或者你可以說 這些不是我的決定 這些呢 是美國白宮拜登和佩洛西之間 個人的安排 是不是啊 那你老哥 對佩洛西不滿 我可以轉達 然後看一看這隻手錶 對不起 我有下一個appointment 我是去外國記者俱樂部是必見的 這個美國的CNN記者和其他的朋友 在那裡午餐跟著打喬牌 你講完沒有 你還沒講完 還沒講完也好 我現在沒有時間 他可以起床 walk out 還有什麼理由 你坐在那裡 按摩摩摩等他 面積兩至四個小時 有什麼好會談啊 這些東西 是不是啊 你跟他有什麼會談呢 你跟他講的東西 你解釋 他不會聽 他跟你在那裡是咆哮 你也都不會接納 是不是啊 雙方可以說話不投機 就半句多 這些任職前 這些前前後隔離四十五天 也都分明是玩你 你有外交豁免權的嘛 是不是啊 為什麼你要接受隔離呢 是不是啊 你可以抗議的嘛 你說如果你再找到我一天在酒店 我立刻搬回去美國 和宣布將美國駐北京的大使館 暫時關閉 全部人一起walk out 你敢不敢啊 不敢嘛 Donald Trump當總統就這樣了 所以這個是整個拜登這四年 被中方判斷為 基本軟弱 當然啦 美國軍方不軟弱 太平洋司令就不軟弱 但是你整個拜登政府的文官體系 包括這個白恩師 中國包括這個習近平和他的智囊的判斷 就是恰德國 就是三個字 你舉行音樂會沒有解釋就斷電 阻止活動舉行 那你有沒有當初 有沒有即場抗議 你有沒有採取任何報復的行為 外交是講對等 對等的就是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尺 我不是敬你一象 你打我一巴掌 我可以打你兩巴掌 你積積埋這些東西 原來是兔虎水 原來你被人欺凌了這麼多 那你不枉 你是枉為美國 是不是 你是全球霸權來的 你這樣的行為 令人覺得好像你不是美國 我好像進巴布偉那樣 或者盧旺達 是不是 所以你這個白恩師這樣爆出來 我聽到我不是很同情 對不對 好了 更好笑 就是你說中國長期煽動反美情緒 沒錯 這個都不是第一天的了 那你中方強 經常煽動反美情緒 這二十年來 你美國有沒有主動向中國建立一個 美中歷史關係的真相的Narrative 這個論述呢 例如那些中國人真是不知道的 他在那個圍牆裡面的國家長大一面倒的 每天都聽美帝國主義亡拒之心不死 美國韓戰 就是大陸說的朝鮮戰爭 為什麼想在美國先挑動啊 為什麼想滅這個中國啊 擲原子彈啊 是不是 你美國呢 在中國的大使館 領事館 我看不到有任何的歷史文化的論述呢 這不是什麼 說的 說的是我 說的 就算了 這不是為什麼呢 我們就是說 那些動作呢 這幾乎的國安排 比如說那些東西 特首次是 gonna 說不用這幾乎的 但是我們說 那就要不要被他緩和五億將 在當中印太太大了 基本的東西 還有飛機六百多架 在美國協助之下 當時的中華民國空軍 就和美國航空隊並肩作戰 還有 不止官方 美國的民間在日中戰爭期間 就有各個資源中國的組織 就通過一行抵制日課的決議 就是這些支持中國的美國普通民間的家庭 是大家協議說不購買日課 全美學生會在盧溝橋事變的1937年的12月底 在紐約召開五十多間大學代表參加的 元華反日大會 然後一起發動捐款 美國當時的卸任總統胡佛 在三藩市發起的叫做一碗飯運動 號召三藩市市民和美國人 每人將省一碗飯的錢捐給中國抗戰 總共有100多萬名美國平民參加 當時籌得美金超過100萬 美國女作家蔡珍珠 就發起美國婦女 她是捐贈希望書籍的運動 由羅斯福總統夫人領銜 每人捐美金是10元至100元 幾天美國的婦女界 籌到九萬多美元 全送給中國 這些全部是歷史事實 我看不到在美國駐中國的這些大使館領事館的網站 有說出來的 這些不要說 19世紀20世紀美國很多的傳教士 在中國對中國人的教育重大貢獻 是協助中國人在滿清的那種閉塞和無知的氣氛裡面 接觸西方文明 包括美國聖工會創辦上海聖約翰大學 另外美國的宗教團體 美國監管會創立東門大學 還有南京的金陵大學 燕京大學 還有現在香港的這間嶺南大學 也是美國人創辦 還有北京的協和醫院 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等等 培養了很多中國的人才 這些美國從來沒有說的 在美國現在國內的歷史書裡面 也沒有說的 你不說 那麼中共就會說的 你沒有說好美國的中國歷史故事呢 或者叫美中關係史的故事呢 你這個話語權就雙手奉送給習近平的中國 當然他跟你客氣了 他當然要煽動仇恨美國的教育 現在教導那13億中國人 對美國的認知就是這樣 然後拿到四個美國教師為止 這些怪的誰 你不是做第一天人嘛 你不是第一天做人 你是中國通來的嘛 調得你去做這個美國駐中國大使 你應該做了幾十年功夫啦 你應該都學過中文啦 應該是讀過中國共產黨的那個前後的歷史啦 是吧 前面你不認識而已 你應該見識過1989年6月4號 那麼中國怎麼樣呢 是對付自己的大學生 是不是指責你美國後面的黑手啊 還有是勾結他裡面的總書記趙紫陽 說趙紫陽是美國特務嘛 這些事情你沒有做功課的 白欣斯不知道的 是吧 到現在說現在比大陸這樣欺凌 那就是怎麼樣呢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是不是 他不是不知道白欣斯 他也不是沒有讀歷史 他知道美國和中國的歷史關係 但是如果你看回他大約三四個月之前 應該二月份接受過60分鐘時事雜誌 或者CBS的訪問呢 那時的白欣斯呢 和現在說話的白欣斯是完全另外一個人 當時的白欣斯很溫和 即使面對反間諜法 和有公安上美國的公司搜查之下 他接受美國傳媒訪問的時候呢 依然呢 對中國呢 是採取一個比較溫和的態度 譬如說 他應該在CBS的訪問裡面呢 他提出美中之間離婚不是選項的譬如 去反對或者提出不會脫勾 因為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兩國必須的共同生活 其實只是這個譬如 都已經很老套 還有那些左膠式的這些這樣的例子 因為他還在說中國是他們第三大的貿易夥伴 這個牽涉到美國人的就業農業等等 下山幾百字 他當然知道其實現在美中已經貧臨一場戰爭的邊緣 如果你還在說這些經濟利益 已經在說黑林頓 甚至去到那些小布殊那些年代 那些這樣的陳康濫調 現在還不是在說做生意 大家生意已經不做之餘 還在說會不會打仗 例如南海的問題 所以在這部分的訪問裡面 你看到白均斯依然是克制和溫和 還有在60分鐘時事雜誌裡面 主持人問他 如果美蘇之間當年是冷戰 那現在和美中之間應該是什麼呢 哇 他學者到不得了 他說這是一場理念的戰爭 英文是 It's a competition of ideas A battle of ideas 這些真的聽起來好像很好聽 因為大家在說不同的價值觀 所謂的之爭 但是其實這些已經是陳康濫調 這個不是價值觀之爭 這個是一個誰想做地球上的一哥霸主之爭 這個不是意識形態之爭 因為在冷戰時代你還可以說 這個是意識形態 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 但是現在已經超越了 中國大陸不是在想這個意識形態 他是在說 誰在未來的50年到100年 是主宰這個地球 所以你不要對他有什麼期望 他現在四個月之後說這番話 我只有一個理由他相信 就是因為民主黨的政府大選在職 他一定要收Q 收了Q之後 他要扮這個美式戰狼 就要對中國開火 還有擺出一個強硬的 幫他的老闆拜登 就希望搶回一些選票 如果不是給特朗普 這個共和黨 說他們在中國大陸 就像你這樣說 這麼久以來 四個教師被人對 完全不出聲 又沒有抗議行動 逆來信秀 美國的民眾雖然對這些外交政策 不是太在意 但是聽下去 都對他們的選情有影響 所以白恩斯在四個月裡面 突然間的轉變 我覺得都是跟這個選舉連有關 就不是他突然間 頓悟覺醒 或者叫做 覺得之前自己太軟弱 就完全不是這個可能 那你當初說的那些說話 軟奶奶 是吧 含情脈脈 這些是代表了美國 民間有很多人 不知道為什麼對中國這個國家 有一種無意解釋的 那種苦戀還是單戀 我也不知道他喜歡中國的什麼 是不是見到以前那些萬里長城 紫禁城 長江黃河 黃山那些是不是很感動 你自己也有落基山 這個盲點 中國方面尤其是黃河寧 所領導的智庫 是一早已經看穿的 所以大巴大巴刮下去 那現在你白恩斯這樣說 我覺得四個字叫莫名其妙 這些不是一個專業外交家 或者是對中國有深厚認識的一名學者 那些是應有的 應有的言論 是吧 他只是覺得現在捧著那個 半邊臉在那裡投訴 說他欺騙我 他打我 他這樣不應該 他欺凌 在中國眼中他只是認識 兩個字叫做實力 是吧 你跟他扮學者 你跟他在那裡講道理 你跟他軟綿綿 他只會更加鄙視你美國 就是這樣 是吧 那你現在這樣怎樣 很好笑的 不是他跟華爾街日報爆出來 我都不知道中間有這麼多可笑的情節 是吧 現在才說 是吧 當時又不說 當時又不抗議 當時也做任何強硬的 這些所謂反對的措施 現在今時今日你突然間軟弱了那麼久 跟著是否昨晚拍完那顆韋歌 突然間這麼強硬 我怎麼會相信你呢 還有我覺得根本是自取其辱 你看到他上任以來 這些訪問遠來來來 從來都沒有向中國表示過一些立場的態度 這個白欣詩我覺得都是沒有了道的 不是他個人 是整個拜登現在這四年的總結 可以這麼說 還有氣球事件你又不了了之 這些體在力的習近平眼中 如果我是老闆 我也覺得 不得寸進尺 現在等什麼時候 現在你這樣的爛局 唯有就讓特朗普回來收拾 就是這樣的 美中關係就是這樣 都說到我們悶了 這是森林定律來的 達爾文主義 現在這個世界講錢 講實力 講拳頭 講槍炮 你應該跟你講學者嗎 跟你講理論嗎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風雲快雙或風雲谷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 下一集再見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過日意見 歡迎各位準時賣位收聽 風雲快雙 風雲快雙 近日中國掀起的極端民族主義 有恐怖的活動 除了在吉林四名 美國派來的教師 在吉林市那裡逛街 是遭到暴徒在後面狂斬狂刺 一人是重傷 兩人是受傷之外 靖國神社 一名中國狂徒在那裡 當眾小便 然後就企圖逃日 這些就不用說了 最近就在蘇州 一家日本人的學校 一對母子 是早上等著 校巴的時候 遭到一名中國恐怖分子 操刀也刺傷 在校巴裡面 一班人 就見狀非常恐慌 據說 有一名女子企圖 是中國人來的 在場是想抑救 也都被該名中國恐怖分子 斬到重傷 就是現在三個人 也都是一個人 是危殆的 這些極端的民族主義的恐怖行為 就已經不是偶發事件了 已經成為一種運動型 波浪式的一個系列 是不是陸續有來呢 四個吉林的美國的教師 遇襲那一天 跟著之後 我們那一集的風雲快信 我已經說 這個不會是第一單 一定陸續有來 因為這個長期 中國在國內 是培養民族主義 和仇美仇日 這些政治宣傳 你可以說洗腦 對於很多很多的中國人 他們的意識 是有深遠的影響 所以導致這樣的行為 是不是 是的 沒錯 陶先生 這次日本母子與習的案件 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 又是很快定性 我無寧就說 據他的了解 警方的初步判斷 這件事件是一件偶發事件 目前還在進一步調查中 好像上次在吉林 四個美國教師 又是偶發事件 還說只是碰撞之後 爭執 於是襲擊了四個人 這次就沒有碰撞 這個中國男子 也不認識日本母子 中間就發生了一件 恐怖的襲擊案 外交部又是 好像我上次說 很快就出來定性 未調查 未有人證 未有物證 兇徒的背景 或者口供未出來的時候 已經定性為偶發事件 這裏現在整個網絡上 中國的微信或微博 正在帶著風向 第一個風向就是 為何不提中國受重傷的女性 其實不是沒有提 只不過是重點落在日本母子上 因為現在網民的角度 就覺得日本母子受輕傷 你就大驚小怪 那個中國女人 建議勇為受重傷 你們反而不重點報道 就好像不對 這是第一個風向 第二個風向 其實中國人在外國 特別在日本 都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襲擊 為何那些 又不是這些種族仇恨 譬如他們現在網絡上 流傳了幾幅圖 譬如第一幅圖 看一看 就說一個中國女子 在日本千頁街頭被殺害 涉嫌私暴的兩個男子仍然在逃 第二單就是 又是說殺人棄屍 一個中國女性日本遇害 死者背後的刀箱在神內穿越 第三單 就是中國留學生在涉谷 被日本人襲擊 搶沙83萬日元 四人被捕 作為解釋就是 這些中國人難道在日本遭受到搶劫 殺害的時候 又是種族仇恨嗎 為何一單這樣的日本母子 你們就會上綱上線說到 或者是種族仇恨 甚至是恐怖襲擊 這個國籍呢 如果是的話 經過調查之後 那這個呢 就是種族仇恨 和恐怖襲擊 就不是他們舉起 剛才我所述及的 那些中國人在日本 為何會遭受到殺害 或者襲擊呢 背後很多時候牽涉 就是塗色糾紛 牽涉這些不乾淨的商業行為 又或者牽涉到一些罪行 之間的交易 所以那部分呢 就不是什麼恐怖襲擊 或者種族仇恨 是這些叫做 叫做黑吃黑 或者叫做糖水滾糖的魚 但是這次這對日本帽子遇襲呢 問題就是你要看回整個蘇州 那個經濟的形態 日本的投資佔了很重要 還有六成都是靠外資的 所以這個背景之下 會不會造成某些人的心理扭曲 和針對日本人 富裕啊 或者他們已經是佔據了社區裡面的資源 或者政府特別優待 所以產生了仇恨呢 這部分有理由相信是很大機會 但是當然現在還沒調查 那個所謂行空者的口供 一輩子你都不會知道的 因為你不會見到一個真實的 非官方的解釋 現在的情況呢 繼續發酵著 當然也驚動到 日本的上海總領事館 和日本的官房長官林方正 這件事已經上升到 就外交層面了 杜先生 這件事是受害人的 一對日本的母子 就是那個日本小孩只有三歲而已 然後那個母親就是等待校車 他只有三歲 遭到這名中國暴徒用刀去狂治 就在一個日本人學校 這個有的城市就叫蘇州 所以我想就不需要假設 這個日本女子是這個中國男人的情人 又或者那個本來是她的情人 後來跟著跟著 跟著第二個老公嫁 生了一個兒子 應該就不是情殺吧 是不是 沒有證據 因為在中國裏面對日本人的仇恨 長期抗日神劇 不用說了 對於日本人的學校 中國在那個社交媒體都有很多篇文章 現在是在散播著一些起碼都是叫異懼 還有是一種諸事八卦 那種很像異樣的眼光 比如說這篇文章 他說再說幾十所日本學校平時都在做什麼 知情人深入內部爆料更多細節 你看看這篇文章 那些言詞是有煽動性和有引導性 他說在中國的土地上開辦學校 學校周邊戒備森嚴 只收日本人上學 患有網絡上一直盛傳禁止中國人入內的說法 嫌然有一副獨立王國的架勢 其意圖不禁令人浮上連篇 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這些文字是蓄意去挑動一些中國人 對於日本人的學校 除了一種神秘感 還在推測這些日本人的學校 由於辦學封閉 在做一些不利於中國的勾當 或者從事間諜的活動 你看看這些文字 我們用中國語文去分析 他說在中國的土地上開辦學校 學校周邊戒備森嚴 只收日本人上學 有什麼這麼奇怪 在中國土地上開辦學校 問題是中國政府批准的 是不是犯法呢 美國的Costco 家鄉雞 這些跨國的霸權 食品的霸權 就在中國的土地上開設 令到中國的下一代 都在中國的土地上開設 令到中國下一代 每個人都趨之若傲喜歡喝美國的咖啡 慢慢不喜歡喝龍井或者普利 那你這個算不算 是美國的對中國的文化侵略呢 你什麼都用一種 二十三條類似想告密啊 或者這些間諜 這些刑激可疑啊 這些語氣呢 就去引導中國的讀者呢 對於日本人學校的疑據 甚至是受嘘 所以他說 一直盛傳禁止中國人入內 嫌然有一副獨立王國的架勢 盛傳禁止中國人入內 你看這篇報道 即使他的圖片 都是寫著上海日本人學校 他沒有文字講明 中國人語什麼什麼不准入內 他們說 他們是否有一個政治的判斷 獨立王國 你也知道 在中共的政治語言裏面不是好東西 當你說黨內有人搞團團火火 陰謀集團 獨立王國這些是充滿敵意的 然後他說 其意圖不禁令人浮上連篇 他們到底在幹什麼 到底在幹什麼 那就跟日本人的子弟那裡上學了 關你差事 當然不會取錄中國學生 因為課程不同 因為這些日本人學校裡面 是教日本的憲法 日本的價值觀 民主 自由 這些不適合中國人讀的 禁止中國人入內 是呀 中國政府禁止中國學生入內 不是日本人禁止你入內 就算打開門 是給你報名的 你敢報名嗎 中國會給你隨便報名嗎 這個叫上海日本人學校 這些文字就是充滿的 是一種敵意的 是不是 再看看 他說 在此之前 深受觀眾喜愛的香港歐陽振華先生 這個就讓香港一名愛國愛港的藝人了 他也不知道為什麼是什麼事 在他自己的社交媒體上這樣問 我在一些視頻看到 日本在內地見了很多學校 但是這些學校沒有一個中國學生 全部都是日本人 而且禁止中國人入內 這些消息是真的還是假的 有沒有人給我一個合理的解釋 這個歐陽振華問 這些問題是很無厘頭的 你知道嗎 當然叫日本人學校 當然沒有中國學生 有什麼出奇呢 是不是 真的是假的 真的是怎樣 合理的解釋 我用什麼向你解釋呢 是不是犯法呢 如果犯了法 中國政府一早查封了 是不是 好了 現在這篇文章我們繼續看 歐陽振華這條這樣的問題 就說一石擊起千重浪 什麼叫一石擊起千重浪呢 是否就是說 引發一個全國或者全民那個社交媒體那個注視的後果 然後跟著再說日本學校問題 變了問題了 無端端就叫做再說日本學人好好地地辦學 不關你事呢 現在就變了問題了 對於日本整個國家 有特殊情感的網友 怎麼能理解在中國辦後 禁止中國人入內這樣的說法 跟著 看著這句 心中滿是憤慨 無處發洩 看到嗎 紛紛化身建盤盒 書寫著 國仇家恨 這些就是大陸老話說的 叫做無限上綱 人家辦一個學校 是教日本外交人員 或者日本的商界 在那裏做生意開闖 記住 現在中國是不斷地要求日本、歐洲派人來投資和設廠 最近中國的山東省也都有招商代表團去訪問日本 又喊又喊又喊 希望日本人來投資 當他們這些官員或者代表團去到日本 在那裏叫人來投資的時候 他絕對不會引述歐陽振華 或者大陸妄議這些充滿仇恨 對於日本人學校的文字 知道嗎 他說心中滿是憤慨 無處發洩 紛紛化身建盤俠 書寫著 國仇家恨 這些白紙黑字 是不是自己供應了 是日本人學校 現在在全中國 就應該只有35間 除了上海和北京 連蘇州都有 知道嗎 是 好了 現在你看看他怎麼描寫 一所從校長到保安 全是日本人 大門緊閉戒備心嚴的日本學校 就在國人的眼皮底下 加之類似日本間諜被抓的新聞頻繁登上熱搜 一些自媒體更是下場對線 一些中國人長期看這樣的文章 歐陽振華又向他們宣講 是不是 喂 這些半文盲 又或者平時自己失意 有抑鬱症 他們拿著把刀 去日本人學校的附近 見到校車門口兩帽子 拿起刀就捅 當然是不出奇了 怎麼會是偶發事件呢 這些文章就是土壤了 是不是 對不對 看著看 他說這名網友表示 他引述過網友 日本人建學校的目的不簡單 其心可珠 是不是 他其心可珠 什麼呢 他又教日本人的小孩子 他又不向你中國輸出日本的價值觀 是不是 他又沒有向日本人學校外面的任何中國人派發傳單 你管得他關上道門教什麼 他的心珠珠 什麼呢 是不是 好 看著看 很多日本人註冊國內的社交媒體帳號 並在一些社會新聞上大節奏擾亂視聽等 並企圖輸出他們的價值觀 幾十萬日本學生無聲無聲融入中國社會 你又說了 他關上道門 自己是上課 他根本是和你中國的教育界毫無交集 他怎樣幾十萬日本學生無聲無聲融入中國社會 是不是 所以 日本人處心積累 到底要想什麼 這些呢 社交媒體 深圳也有 我們看到一些圖片 是吧 蘇州也有 天津也有 是吧 所以這些呢 這些文字形成一種思想意識的土壤 就算這次是一件偶發性事件 都是必然會發生的事件 那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其實在中國的官方來說 他們是親日 甚至是美日的 但是民間呢 他們就在那邊煽動 或者他們自己自發性 就是仇日 厭日 那為什麼呢 不只是說是有證據的 因為在今年的6月17號 就是剛剛沒多久之前 江蘇就已經有一個考察訪問團 當時也簽署了22個項目 價值高達22億美元 根據新聞報道 原來在蘇州的日本企業 累計超過6800間 那蘇州是一個重點日本人投資的城市 那而且呢 裏面不只是投資 而是因為有很多日本人過去 以及連加券 所以整個蘇州裏面 有一些生活圈 都是很日本文化的 譬如有一些叫做高薪區 這個地方叫做日資高地 即是日本投資的一個高地 它聚焦了700家日本企業 那在這個高薪區裏面呢 除了這些投資廠房 或者企業之外呢 它還構建了什麼呢 它構建了這些日資的銀行 日系的診所 日資的購物中心 例如那個永旺的購物城 即是Eon Mall 如果大家去過日本就知道這間了 另外有三井住有的日資銀行 深茂診療所等等等等 裡面聚焦了日本的友人 這個是大陸的報道 4000名 即是說整個小日本 小新宿 就在蘇州的高薪區裏面 而如果大家記憶猶新 在之前不是曾經發生過一個公安露戚 這個穿和服的少女 在一條商店街裏面的事件 那個就是我剛才所說的蘇州的高薪區 裏面有一條街 那條街叫淮海街 很早幾年前已經落成 整個設計是日本的商店街的特色 上面有鳥居 有很多日式的招牌 還有那些錦旗等等 整個通就真的給你的感覺 就好像去了福岡或者新宿一樣 而且近日也有福岡也舉辦了 這個和蘇州之間的一些文化交流活動 所以其實整個蘇州 對日本是很有好 我自己官方 希望招很多的商人和日本的人 過來蘇州投資 但是你很明顯看到 這個就是官方對日本的優惠的立場 和一種寬容的文化態度 但是換了你說在網絡上面 和民間來說 對於日本人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 就是那些好像你說低文化水準 沒有讀書或者窮的 或者是給不起錢 進那條淮海街裡面吃拉麵 吃壽司的 他就會看到政府為什麼 會對這些日本人 那麼多的寬鬆的優惠 讓他們起商店街 給那麼多日資銀行 伊安摩進來 然後很多日本人的學校 然後門高九又大 進不去 那麼這些全部呢 好像你說 不關任何人事 不關日本人事 是蘇州的官方去招商 叫他們過來給他們優惠 甚至容許他們在那裡開業 那麼整個蘇州的工業產值 60%以上都是外資 而日本人也都佔了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那麼在整體的情況之下 我有理由相信其實 就已經在民間裡面積累了一些 叫仇日的情緒 但是當然他們不敢對官方發脾氣 這是中國人的特色來的 就不敢向自己的政府裏面表達不滿 所以現在的情況 為什麼這件事發生在蘇州 而為什麼是日本的母女 整件事是有理由有原因 也都有背景的 也都不是一朝一日可造成 所以現在最嚴重的 不是什麼外交部發言人 其實是蘇州的地方政府 因為現在這件事 已經引起日本人社區的恐慌 不上學 甚至有些人就選擇 可能回日本先避一避 對於整個氣氛投資 是一個最大的影響 你都知道現在疫情之後 很多企業都遷走 如果連日本人都拉隊走的時候 蘇州就多得他不少了 不會多得不少的 這個就令到蘇州 那些中國人的調戲順一點 這個有助於改善社會的和平氣氛 當然這件事冤有頭債有主 千錯萬錯都是香港的錯 因為香港的藝人歐陽振華 去大陸 不知為什麼你去大陸登台就登台 拍戲就拍戲 吃東西就吃東西 走去眼瞪瞪瞪瞪 人家的日本人學校 不關你什麼事 香港很多藝人在大陸賺錢 劉德華 周星馳 還有很多陳偉廷 他們有沒有這麼珠視八卦 在北京 在上海 找電影局 找外景 做回自己的份內事 你現在搞到 中國人看了你那篇歐陽振華 這個憤怒的質問 他們紛紛受到你歐陽生煽動 對嗎 對嗎 他擺了你上台 那篇文章 因為你老哥是香港藝人 是偶像 很多大陸人 是崇拜香港明星的 所以不知道為什麼 這位鎮華哥 是去辣日本人學校 對不對 所以這件事 我想不可以怪中國大陸的人 都是香港差 知道嗎 都是香港演藝界自己 是不知怎麼樣 是吧 所以這些你上去賺食的 那些登台 珠三角 什麼大陸玩區那裡 夜總會 卡拉OK唱歌那些 你就有你自己唱好了 浪崩浪流上海灘就可以了 蘇州上海有幾間日本人學校 不關你的事的 好嗎 無謂等到我們香港人去到日本 是被那些日本民眾拿著這篇報道 說你們香港藝人挑動 是這一場大刺殺 知道嗎 是吧 影響香港人去日本 那個消費和民間的和諧 是吧 我們這樣呼籲一下 建設性那些 好嗎 香港藝人上到大陸 麻煩你檢點一點點 我就勸喻那些拍戲唱歌那些 就不懂就不要答罪了 只是七一這些 或者是國慶 你不是投入微信微博裏面 就這樣表一下鐘 就當作賺飯吃 這些不重要的 我都說過你們那份錢是包賣的 大家都理解 但如果你這麼深入地去講這些 國家之間的這些民族問題 或者一些特別是指名道性 日本這些國家和中國大陸這些政策 那就小心點 我勸他們 你可以評論 我解釋了 其實官方的立場是微日親日 這些只不過是民間裏面那幫窮宣秀 沒有得去日本 沒有得去 沒有得去 那些人 這些 倒棋 其實有很多有錢的中國人 根本是靜靜雞去完日本 用商務簽證 現在因為那些團那些都還未批 用商務簽證去了日本 玩完吃完浸完溫泉回去都不出聲 靜靜雞炭 這些不叫靜靜雞贏 這些就是聰明的中國人做事的方法 不是聰明是奸搞 所以最老親自己的名字被人利用 你去到大陸以後 去到上海蘇州 對眼四圍啤 你最好見到哪間日本料理 你就進去試一下 這間好吃那間好吃就算了 人家日本人開學校 都很低調 絕對不會取錄中國學生 你想進去 是吧 他確實是不會讓你進去 天公地道 因為貴國政府 中共都不會讓你進去 你試一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你對孩子去報 他收你你敢不敢每天 送你的孩子上去上學 是吧 三天被人拍到 你已經全家是漢奸了 是吧 所以這些四個字 就叫做無理取鬧 好了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風雲快訊 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 多謝大家 請加入風雲會 拜拜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歡迎各位收聽風雲快訊 收聽風雲快訊 為機解物的老闆 和這位天才的蝕蝦 喪奇 終於和美國政府達成不起訴協議 或者認罪協議 結束了他14年的流亡和囚禁的生涯 正式飛來倫敦 去回他的祖家 澳洲 這一件 營繞了差不多十幾二十年的國際間的涉物大案 終於告一段落 是不是 鮑先生 這次也挺意外 因為這件事已經拖了十幾二十年 而且這位維基解物的阿桑奇曾經是國際的風雲人物 也引起很多外交風波 其實在近年已經在公眾的視線裡漸漸淡出 雖然在英國服刑期間都有多次的法律上訴 或者引導之間的官司 但是隨著世界上有其他重大的事件發生 和世界的政局 互聯網世界 人工智能的變化等等 他以往那種合道羅賓漢式的 在電腦的黑客行為 已經有些過時 以及已經不是可以現在這個時代 去將它尊崇 因為還牽涉到很多很複雜後面的 國家安全和間諜言論自由的爭議 現在這次達成認罪協議 據聞也達成了之後 令到各方都有下台階 以及可以刪除個案子 另外也在臨近美國總統大選之際 有人也推測 這個會不會是希望在美國的總統大選之前 英國的大選之前 去搞定了這個所謂的燙手的珊瑚 阿桑奇這個奇人的確是一個傳奇人物 看回他的履歷也會令你覺得很驚異 這個世界上為什麼會有一個這樣的人 而犧牲了自己這麼多的自由 和光陰時間 甚至他身邊的朋友 同事個個死於非命 他都依然去做這件所謂的合道行為 究竟他做的是不是合道行為 還是一件瘋狂的舉動 還是背後真的有一個高人 或者一個勢力在驅使他 這個到現在都是有些未解之迷惑 首先就是2006年突然爆出這個維基解密 裡面聲稱披露了超過三百多萬件 和美國國務院、美國軍方等等 這些非常保密的一些郵件 其中包含大量關於伊拉克戰爭 最慫人聽聞就是伊拉克戰爭 據維基解密透露就是美軍隱瞞 或者是小報了很多傷亡的數字 它維基解密爆出來的數字 就是伊拉克戰爭裡面 死亡人數是超過十萬 其中是有六萬多人拼命 這些當然毫無疑問就是被美軍所殺死的 還有這些解密的電郵 往來那個美國軍方和政府高層的溝通 顯示就是有一些伊拉克的平民 不大平民 還是孕婦、兒童 在戰爭裡面被屠殺 種種就是顯示 阿桑奇應該是一個軟居於澳洲 性格有點孤僻 但是從小到大對電腦是一種解密的天才 這些人在西方社會裡面是有很多的 它通常來說就不是很合群 但是自小有一種信仰 信仰不是宗教 可能看書或者父母、家長 或者學校得來的一種意識形態 但是他們認為公民的權利很大 還有仇視所有的國家機器對公民權利的監控 在千禧年之後 整個全世界進入網路時代 電腦神童就開始斥起彼伏 除了阿桑奇之外 大家都知道任職於美國 這個中情局以下的情報部門 的一個叫做史諾登 一個年輕人都是 聲稱是建義勇為 就覺得一部分美國這個國家機器 是操控全美國人的通訊私隱 所以就出走來過香港 然後史諾登就使俄國和中國介入 就形成和美國一場角力 最後由當時香港特首梁振英 將史諾登交給中國 然後中國轉送往俄羅斯 所以香港得罪美國 都不是說自從川普之後 和2019年之後的這一場 這個反送中運動和《港版國安法》開始了 香港失去美國的信任 就是史諾登問題開始的 好了 史諾登和阿桑奇有什麼不同呢 史諾登就是他在接受美國政府出糧 的一位僱員 當然不是說正式的僱員 是美國僱傭 他一個電腦的人才 你是收緊美國政府錢 而且背叛那個僱主 還有他是一個美國公民 美國公民就是帶頭 是竊物 美國政府裡面 很多那些中央調查的那些檔案 那個罪惡和那個案情 嚴重過阿桑奇很多 阿桑奇是一個澳洲公民 他是住在南半球 是一個很孤獨和自閉的人 長久以來他也是不分美國這個霸權 在世界那裡做警察 這些都是那一代人同樣在沾染著一種 左翼的意識形態 就是對於美國 身為美國這個世界警察這個角色 相當之反感 還有覺得美國是不受任何其他的強權 是制約和挑戰 所以他們有一種道德感 要替天行道 當然阿桑奇一爆這樣的東西出來 就令到澳洲很尷尬 因為今天我們知道澳洲是五眼聯盟的重要會員 監察著中國在南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擴張 那五眼聯盟近年的角色也是不斷加強 那你阿桑奇身為一個澳洲公民 你竟然是早著先升到2006年 爆了美國的大鑊 那跟著美國和澳洲的同盟關係又怎樣呢 當然阿桑奇這些人 就覺得自己是道德高地上的一個人權的捍衛者 還有覺得俠道羅賓漢 勞見不平 他要為全世界的人主持公道 於是就令到美國大為尷尬 因為他爆出來三百多萬條 第一 阿桑奇就不是史諾登 他不是美國公民 所以這裡多了一分叫超然感 他就不是叛國 但是他這樣做也觸犯了美國的間諜法 這個當然是可以遙拒執法 因為他裡面暴露了很多 是將美國置於全球各地 尤其是威脅西方文明的敵對國家 裡面的那些情報人員 將他們置於險境 因為他有名有姓 爆了他們出來 怎樣跟美國政府中央情報局合作 例如美國對塔利班阿富汗作戰 而當時美國是需要巴基斯坦做一個盟友 但是巴基斯坦裡面的情報部門的頭頭 竟然阿桑奇那套揭密顯示 就是跟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 是互相勾搭的 就將那些重要的情報 就告訴了給阿富汗的塔利班 那個後來政權 當時就是恐怖組織 就告訴了恐怖組織 於是就變成了令到美國佈置在阿富汗 境內和中東很多的情報人員 就幾乎或者是被阿里班這些恐怖組織追殺 所以在美國方面 阿桑奇絕對是一個威脅全球安全 和正常秩序的人類公敵 所以這件事就是阿桑奇的角色 比起史諾登就有些不同 但是我們要看一下 在這一場大是大非的全球抗爭之中 到底你是站在哪邊 阿桑奇其實也不知道自己站在哪邊 史諾登也沒有說自己 是支持俄羅斯和中國 史諾登和阿桑奇的唯一的共同點就是 他們覺得是以一個人之力去對抗美國 然後將美國霸權 所謂監察美國公民和一些 他認為是危害第三世界弱勢族群的 這些戰爭的真相揭露出來 他覺得是對全人類有所貢獻的 所以這個道德的問題引起的爭議是非常複雜的 但是在今時今日的冷戰局面來說 無論是阿桑奇還是史諾登這種行為 都是不足所取 都是對整個世界的安全和秩序是有危害的 所以阿桑奇就連續十四年 有七年是住在倫敦的阿瓜多爾的大使館 因為當時阿瓜多爾的總統是支持他 他在大使館裡面是軟禁或者自願軟禁的時候 也有一些天王歌星 例如Lady Gaga 竟然走去探望 這些就是藝能界裡面有這些人 他也是佔據道德高地 他會支持人權 是吧 他把阿桑奇當成類似達賴喇嘛 或者昂山素姬這些人權鬥士 在這方面Lady Gaga也照樣開演唱會 他明顯沒有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那些滋擾 這顯示美國這個社會這個國家是自由的 跟著他被阿瓜多爾駐倫敦的大使館走出來 於是就轉入倫敦的監獄 在那裡又多住了四年 這長達十一年的囚禁 對於阿桑奇來說 那個意志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和磨練 是吧 最後呢 就是大家講數講好了 但是你沒有了十幾年 這些這樣的事實上的牢獄生涯 對於他來說都是求人得人 是吧 你要為了一個這樣的理想 是吧 以一人之力去對抗美國 於是就付出這樣的代價 是吧 鮑先生 阿桑奇呢 我在新聞片裏面見到他的樣子 在十多二十年之後的半奴獄生涯之後 五十多歲 明顯地是浮腫和蒼老 還有精神狀態都不是太好 很明顯呢 其實他都在這種顛沛流離的生活裡面 精神上的打擊很大 現在回到澳洲 也都比較低調 跟他當初的行徑是很不同的 我回應你第一句 有一句說話 你問他支持哪邊 究竟美國還是俄羅斯 其實我覺得阿桑奇 支持的從來只有一個人 就是他自己 因為你看回他的成長 是很可憐的 他的父母是過著一個 吉卜賽式的生活 而且沒有正式去完成學業 讀過十幾間中學和幾間大學 都畢業不到的 當時就在一些這樣的生活裡面 接觸到電腦 十幾歲已經是一個電腦神童 拿著電腦上編程的課程 也都拿了個Modem 開始進入了我們還未建立的互聯網世界裡面 這種十幾歲已經可以去做黑客 已經是不簡單的 也都跟世界上其他的黑客 建立了關係 開始他以後這個人生 但是他私生活也很混亂 也都曾經跟十六歲的少女 結婚生子 後來離異 再後來也都被瑞典政府 曾經控告強姦等等 這部分看得出他是一個很放浪的人 而我覺得在2006年他披露這些美國的文件 表面上當然是一個很道德高地的正義 但是很明顯也都一件事 他是很著重個人的形象和所謂存在感 你看到當年的阿桑奇很帥氣很帥氣很帥氣 一頭白髮 因為他不知為何去到人生的階段和他老婆離婚之後一夜白髮 然後當時身體比較瘦 走出來對著鏡頭那種風之灼弱的態度 你不覺得他是一個間諜或者客客 他都以為他是一個明星 而當時媒體也都吹捧他 所以你看到他無論是黑格多爾大使館 後來經歷了幾個這些審訊的時候 他依然是很有自信 他這個人 例如你說Lady Gaga的探訪 他更加令到他提升到自己變成一個英雄 這個英雄其實他不是說他第一天開始就針對美國政府 因為他以往都是侵入過加拿大和澳洲的這些官方的電腦 其實不是什麼的英雄合議行為 我可以很肯定是十幾歲的時候一些惡作劇的行為 以及一些沒有意識破壞 甚至可能背後是有人給他錢做的這些行為 而其實做這些羅賓漢式的行為 很多人都是不出名的 或者是會地下活動的 很罕見他在2006年 就自己報名號 也都個人對抗整個美國政府 甚至軍方 所以你看得出他是很享受這種 哥利亞 尿鏈贏大衛 那種這樣的態度 這種這樣的性格 也都注定了他後面的悲劇命運 進入了厄瓜多爾大使館 和在英國的復刑 這十幾年 那本來其實這種人 如果能夠 所謂向正路一些的發展 不是一定說要幫政府做事 但從商 他都可能是馬斯克 或者是黃仁勳 這些聰明人 但是他走了那條黑客的路 而這個黑客的路裡面 讓他拿到一種 叫做美光燈 而他成為了這個維基解密 給了一個羅賓漢的稱號的時候 我覺得已經注定了他的悲劇命運 薩君、馬姐、杜龐兒一樣 就是說 越多人鼓掌 越多Lady Gaga這些明星去追捧你 其實他這個人 就回不了頭 所以造成他今時今日 希望他50歲之後 回到澳洲 可以安渡他的餘生 否則的話 其實他隨時會變成瘋子 或者死於非命 都不定 這種其實就是 這些天才 或者叫做瘋狂、瘋子的一生 陶先生 阿桑奇的現象顯示出 一個政治的世界裡面 一些其實不懂政治的人 但是有一種犯道德的教條 或者是盲目的信仰 他覺得自己平生屈屈不得自然 所以用他自己 黑客進入電腦的一種天才 是一夜成明 其實在心底裡面 都是一種超級的反社會人格 這些人物 在道德上去判斷 他是好人和壞人 是非常困難的 是吧 就算你用今時今日的右翼 或者左翼的方向來講 都不知道他把阿桑奇這個人 擺位擺在哪裡 就算是史諾登也是 很尷尬的 第一史諾登 他出賣美國的國家機密的時候 就剛剛是奧巴馬上台之後 沒多久 史諾登當年是一個 青年受社會主義 影響的一個左翼分子 但是奧巴馬本身也是一個 左翼總統 那時候奧巴馬 又要迫通緝這個史諾登 其實骨子裡面 是一些核心的信仰 都是自己人來的 而史諾登就得到 美國一些左翼知識分子 自由派的吹捧 說他是維護人權 和維護美國公民的私隱 他是挑戰美國的建制 那何謂建制呢 如果建制已經成為 你們自己擁護奧巴馬 做了總統的民主黨的政府 這個建制是不是你一樣要推翻呢 還是你現在民主黨的政府 都是你自己人 於是你等到特朗普上來 那個建制才是成為真正仇恨的對象呢 所以當史諾登是洩密的時候 其實是令美國東岸和加州 這些左翼知識分子 是非常之尷尬 因為他走就走去香港 然後走去俄國 他站在俄國那邊 他是被普京庇護 而普京是侵略烏克蘭 普京也是美國左翼 包括拜登政府和奧巴馬 是一個敵人 所以史諾登到底是美國左膠的敵人 還是朋友呢 還是純粹他自己是愚蠢呢 他以為自己替天行道 是做一些很蠢的事 和阿桑奇一樣 都沒有辦法將自己 在這個叫正義和邪惡 左和右之間 找到適當的位置 這個亂世就是很多這些盲中中的人 他們自己不知道政治為何物 不知天高地厚 但是就有兩分小聰明 於是就在這個地方 就盲目這樣出位 就傻間間做了三分鐘 全球化的大眾英雄 到最後 他們為國家的利益帶來傷害 甚至是為整個西方文明世界帶來損害 但是他們是不知道 在現在的俄烏戰爭的情況之下一樣 就是做個譬如 即使烏克蘭有任何對於俄羅斯 以往他們之間的領土的爭議 或者東部四個州裏面 對於這些斯拉夫俄裔的人 有任何的這些涉嫌的迫害 或者是一些文化民族的衝突 你拿出來說這一刻其實都已經過時 和在大是大非在俄羅斯侵略之下 你再指責美國政府怎樣 這個東抗或者是北約怎樣 沒有履行到所謂的口頭承諾 其實一模一樣 就是這些東西說出來 好像有一個理由和道德的高地 但是現在的情況 全國世界已經進入了戰爭狀態 這種羅賓漢式行為 以為是很合意 只適用於在以往 當整個世界是美國的所謂的霸權 就是統治之下 而一些弱勢的時候 你出來為他抗爭 但是現在面對的是一個 就是俗心的邪惡的國家同盟 這種情況之下 阿桑奇、史洛登這些行徑 已經變得可笑 以及變成 叫做調轉 是幫那些叫做壞人做事 打擊美國一樣 所以其實阿桑奇這次的出獄 認罪協議回到澳洲 那些人是唏噓 是不多人拍掌 也都見不到Lady Gaga 再次出現為他送行 甚至飛去澳洲 為他這個圈寒民亂 其他人一樣耐性 其他人一樣 已經好像忘記了他以往 怎樣去追捧這個阿桑奇 這個例子其實你看得到 不可以說他是棄卓 但亦都可以說他是一個 已經是用完了的這個英雄人物 比其他人一樣是搭著上去 拿其他的光環 是否棄卓 總之是世界潮流 是向前發展 他是變成一個 在適當的時候 就變成一個出局的人 這個不知道阿桑奇 史洛登也是一樣 還有緬甸的昂山素季也是一樣 所以有多少英雄的光環 是要記住 政治這個行業是很殘酷的 當你勾了的時候 是沒有人再記得你 只能夠在歷史的角落頭裡面 是暗字 是唏噓 或者是供後人看到他們的故事之後 是有所謂的 警惕 好了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風雲快上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 多謝大家 下一集再見 在這個網絡世界 太吳士河畔 都一樣可以 是苦陷世界的風雲谷 風雲谷兩歲了 我們的訂閱人數 已經向40萬進發 有這麼叫人的成績 傳來大家在世界各地的鼎力支持 為了令我們有更充足的資源 做更充足的資料搜集 以及台前幕後 都能夠繼續精益求精 做得更好 我們呼籲大家幫助 以行動支持我們 利用超級系列打賞 以及加入會員專屬頻道 風雲會 拜清德蕭美琴 當選 這是美國其實暗鬆一口氣 最容易見到的結果 共產黨和國民黨 都是同一個列寧的祖宗 肥媽是一個藍絲無知 群眾的一個非常之傑出的代表人物 特區政府的施政 是令到藍絲抗拒 有沒有讓我看錯 判呢 就個個都會判 但是等Donald Trump上台回來 是會有傳記 張五常的花名叫做傻佬 黎智英的花名叫做癲佬 這種性格 我們一般尋常的凡夫俗子 是難以理解 這些叫偏偏我這樣吹呢 是不是覺得和林鄭和梁振 有某種類型的 公公敬敬送金融上車 接著和旁邊的幾個社長做 剛才聽到查先生說什麼 照他相反的去做 蘋果是不會有連載小說的 所以他沒有小說的 很多年前他告訴我 是的 我是給他統戰 我有統戰的價值 他覺得自己很有成就感 連林作瑜都關起來 所以林作出來 他媽媽叫他道歉 是不是收到電話呢 未來應該是陳國基和鄧炳強 這兩位人才之爭 沈旭暉是八席的婚宴 成千人 這個就是後面 他的師父葉國華 就是在做一個 秦代呂不諱的角色 是不是 這個很明顯 奇惡可居 那時候確實想捧沈旭暉出來 這個叫梁文道 蔡東豪 叫我在香港電話過去 阿草 找你做光明頂 我說我一個怎樣做 我要留天前 不用留天前 我和你 橫分瓦架 有一個叫劉世良 接著劉世良 就帶著沈旭暉 葉蔭聰 梁啟智 朗天 這幫人我不認識 梁啟智未到 黃衛倫 黃衛倫 這幫全部叫做 青年社會科學才進 這個人是很不相信我 在牛津的時候 她是受過左膠污染 我不認識她 這個也是一個 中共我相信 在香港準備培養 為轉世靈童的對象 現在只要進入以下連結 就可以即時按 加入風雲會 和陶生爆sir的patreon 未來的日子 風雲哥會繼續陪伴大家 正如陶生所說 就算在黑暗中 仍然要懷著一點樂觀 終於 我們都會見到光明的前路 在這裡再一次感激大家兩年以來 對風雲谷的支持 世事多變 小漢風雲 下一集約定風雲谷再會 兩年以來 兩年以來